2016年10月20日 昨天19日我們有做一集踢爆 昨天被裁判官判我襲擊梁振英罪名成立 下星期二才去判刑 我在法庭門口做了一集踢爆 不過主要是關於司法制度的問題 當然我的個案不便多說 因為我要上訴和他被判刑 昨天我講司法去干預立法機關 或者行政立法機關邀請司法機關去干預立法機關 這就是司法淪陷 香港其實都沒有三權分立 一向我都說 但想不到去到這個地步 可以橫向你 今天踢爆 其實我都是主要講 香港人消極退縮 共產黨就步步進逼 在這種情況下 你怎樣去自處呢 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這些新一代的年輕人 尤其是這一班 現在 又不敢公開說自己是港獨 又要搞一些所謂 在擦邊球 我們叫做 在玩火 要不你真真正正的點著火 你又不是 但是這個呢 我們都不去評論 至於那兩位議員 三位議員 宣誓 沒有辦法在星期三重新宣誓 讓建制派留會 令他們沒有宣誓 其他事務委員會是照開的 建制派會不會這樣做呢 其實這件事 個個都要承擔後果 你不要以為這個建制派很有趣 你一樣要承擔後果 整個議會空轉 尤其是立法會的大會是非常重要的 法案的審議 政府的決議案 議員提出的議案 口頭質詢 整個立法會主要的重心就是立法會大會 當然其他事務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都非常重要 但是大會如果沒有開的話 這個財委會下的兩個小組 人事編制小組 以及公務小組 和財委會都很難運作 是不是要癱瘓議會一個月呢 而且這次由建制派做主導 目的就是要趕絕這幾個人 讓他沒有宣誓 然後到審案的時候 司法覆蓋的時候 他們都是議員 但是還沒有宣誓 於是他們就不能開會了 今天所有的事務委員會 他都不能開的 當然這件事我會在踩場那裡 從行政立法司法 或者行政和立法關係 就是做一些比較深入的分析 這一集的踢爆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一件事 現在的形勢很清楚 共產黨是步步進逼 是不是 有些人說 因為你破了他的底線 所以他現在就是這樣 其實他一直都是這樣 不過現在你有藉口給他加強 這個所謂進逼 以及他對香港的步步進逼 他是有道德基礎 變成 是不是 大哥 你現在 辱華 是不是 還有 搞到各個好像群情洶湧 是不是 這件事 當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年輕人有不同的看法 年紀大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大部分的港珠的看法 你是不可以忽視的 OK 所以香港人一直都這樣消極退縮 他就步步進逼 他一定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你要頂他 他又會退一退 是不是 你下下都是退 他就下下都是向前 好像現在這樣 他可以由律政司司長和行政長官 要去找法院司法覆核 否決你這個大會主席梁君彥 那個裁決 裁決是什麼呢 就是給幾位議員重新宣誓 然後你選三個 是不是 選一些不選一些 所以問題就是 選兩個 不隔離說就是梁仲恆和尤慧晶 這種做法 連司法都要投降 我昨天在那集踢爆我已經說了 我不明白為何尤慧晶和梁仲恆 認為法院的裁決他們是接受 甚至有些人說香港也有司法獨立 起碼我不發張臨時禁制令 禁制他們去宣誓 那又怎樣呢 是嗎 你給他司法覆核 已經是代表法院跪低 我經常說 當香港司法制度都崩潰 當香港法院都要跪低的時候 變成政治工具的話 香港是徹底玩完的 現在真的考你香港人 不過我是非常悲觀的 一般人來講 他找到吃的那些 他理你都傻了 有得找就在那裏找 接著就移民 沒有得找那些在那裏捱世界 亦都無可奈何 我們新的一代現在 大家看到最近的扶貧委員會報告 窮人年輕人是增加了 在經濟民生方面 對年輕人來說 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面對前景 他不是陰悔不明 前景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共產黨要加強控制香港 尤其是習近平 習近平是要將自己變成 繼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的最大獨裁者 對於香港 他真是採你也傻 一定搞你 所以有些人認為 梁振英可能會下台 大家不要發夢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有甚麼選擇呢 本來有三個選項 一是抗爭到底 但對於這些所謂 激進派人民力量社民連 兩個議員 其實都已經變成了甚麼呢 變成了仕途主義 和民主派沒有分別 是吧 你梁國雄扔午餐獄 我扔杯 那有甚麼用呢 我扔杯都被人 判罪名成立 襲擊梁振英 你們是午餐獄 分分鐘就告你普通襲擊 馬逢國 已經是無法搞的了 好了 街頭抗爭 一個雨傘革命 七十九日 到最後是失敗收場 是吧 七警打人 現在當然進入司法程序 但是告不告得入 還是一個問號 這種情況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你還有甚麼選擇 一是抗爭 一是做奴隸 一是就是移民 是吧 但是抗爭 大家看到現在這些抗爭 那些有頭有面的社運人士 包括立法會這些人 那種抗爭的方式 民主派就不要說 你對共產黨 或者對香港這個港共政權 有甚麼威脅呢 是完全沒有威脅 是吧 他是不會害怕你 他也不會有任何的顧忌 是吧 好了 普通市民 真是賺食緊要 那你在香港 之後一定是赤化的 是吧 所以這個本土運動 我覺得未來是非常艱難的 不要說你港獨 下一步就會收拾你那些 其次鮮明 主張港獨的人 然後就到本土派 這是必然的 現在有個順位 因為你梁仲恆和柳衛青 點著火頭 你在立法會 當然有人拍手掌 多好東西 你看多夠膽 Fucking Gina 都可以 你吹啊 他現在真的吹 他一定搞死你 我告訴你 那不是和共產黨鬥爭嗎 鬥爭有策略有智慧 阿哥 你現在 不是與虎謀皮 以虎謀皮來形容 已經是不貼切 你自己是抱著 香港人一起跳下火坑 你明白嗎 他一定跟你拼命的 所以 我對香港的前景很悲觀 都是那幾個字 不要消極退縮 要勇往直前 反正都是 是嗎 玩盡一點 我寄予這班所謂港獨派 如果有的話 這班是的話 你玩盡一點 這樣的話 香港人是會被你害死的 是嗎 但我們仍然是繼續 會推動這個 所謂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 永續香港的自治 這是一個實際可行的道路